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大家到我的频道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今天用生姜搭配一物,给大家分享一道疏通血管,清理血管的垃圾毒头的一道非常好的药膳食料方。 这一位山里的老大娘一直在吃大,如今大娘已经103岁了,依然骨盖强壮,身体背豹,自己上山打柴。 自己做饭,自己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,整个人特别的有精神,身体也很好的,面色红润有光泽。 我们这里的人都爱吃生姜的,喜欢用生姜这样吃。 今天就把大娘的养生命远分享给大家。 首先准备生姜,生姜适量就可以了,我们用手搓一搓,把生姜洗干净。 清洗生姜加入一勺食盐洗,这样洗过后的生姜比较干净,食盐具有刷冰效果的作用。 加入食盐可以去除蜡脂,它有的细菌浓药。 我们吃生姜不要去掉外皮,果肉是温性的,果皮属于寒性,两者一起吃综合口感的。 C脑血管疾病是C脑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疾病的统称。 一般来说,这对人体的危害比较大的疾病,能够导致我们的人体产生高血脂症。 随年凝稳,动脑硬化,高血压的疾病发生,具有高患病率,高制残率,高死亡率的特点。 而这个C脑血管疾病,也是中年人常见的一种疾病。 我们都知道,这种病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比较大,我们需要做好哪些预防呢? 北京一位国医大使,一百多岁了,依然思维敏捷,面色红润,头发乌黑, 看上去比实际的年龄小了好几岁,他就是国医大使陆教授。 陆教授每年都会体检的,但检查结果都是一样的,所有的数据都在范围之内。 陆教授就是常年这样吃生姜的,身体特别的倍儿棒的。 生姜可以养护脾胃,脾胃功能正常,很多问题都引人而解。 心脏病,痛风,高血压等等,都和脾胃有着不可密分的关系。 生姜本是一味散发的药,买生姜的时候,一定挑选表面有泥土的生姜。 这样的生姜没有经过硫磺酸巨大,比较新鲜,刚从地里面挖出来的。 生姜还有姜酮油,姜细粉等物质,这些物质具有抗凝脂的作用。 可以扩张血管,改善血液循环,保持血液良好的状态,使血管内不易出现血栓。 是唯一一种含有前列素A的蔬菜,可以降低外周血管的阻力,降低血液粘稠度。 洋葱含甲,维生素C,叶酸,维生素B6。 洋葱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大,增加新鲜代谢的能力,抗衰老,预防骨质松松,是老年人不可做的保健食品。 洋葱性温,胃肝,苦,最有明显的降低血液的作用。 洋葱可以防止患病的发生,还可以令尿消炎,促进食欲,去痰,用来治疗感冒。 洋葱还能够杀菌消毒的,经常吃洋葱,可以预防感冒。 洋葱营养丰富,口感好,无论是凉拌洋葱,或者是烹饪洋葱,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。 我们在准备黑豆,抓洗抓洗,淘洗干净。 黑豆基本不含胆固醇,只含植物固醇。 而植物不仅不会转化为胆固醇,还会抑制人体吸收胆固醇,降低胆固醇在血液中的含量。 所以吃黑豆,对高血脂症,高血压等患者有益。 黑豆中含有大量的尿基米,能溶解血管中的血栓。 所以吃黑豆,可以有效地预防脑血栓的形成,从而起到了防止老年性的痴呆作用。 黑豆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,可以降低手中的胆固醇、甘油酸脂的含量。 提高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。 降低血液的粘稠度,改善血液循环,从而帮助降血压,减少动脉硬化斑块形成。 黑豆中富含膳食纤维,可以减少小肠的对糖对脂肪的消化还有吸收量。 点餐后,血糖上升速度,对糖尿病患者调节血糖,改善代谢有很好的帮助。 中医认为,适量的吃黑豆,能够消肿下气,润肺燥热,活血沥水,补血安神,明目健脾,补肾一斤的功效。 如果是腹泽的,胀满的,消化不良的,对慢性肠胃患者慎用的,黑豆中含有大量的飘零碱,飘零碱可以增加重肝,甚至中间代谢的负担。 黑豆需要提前蒸一蒸的,把黑豆蒸熟在这使用的。 再把准备好的洋葱、生姜放到蒸屉上面,我们大火蒸10分钟就可以。 可以去除生姜洋葱的辛辣味道。 蒸好之后,喂着凉凉。 下面,我们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关子。 锅上蒸10分钟,提到它杀菌消毒,这样有预测食材的保存时间呢,保存食材不会坏掉,不会变质。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关子里面。 再加入醋,醋用香醋,米醋都是可以的。 如果觉得比较酸,可以加入冰糖,可以随着口味来定就可以了。 醋一定要选择三年以上的成长生姜酱的醋,这样能够有效的有妖艺价值。 醋中的柠檬酸、氨基酸,能够降低血液的浓度,可以去除血管中的老肺物质,促进血管的通肠。 还能够抑制血管中的胆固醇,并且可以预防高血压,糖尿变得发生。 放到冰箱冷藏,第三天就可以直接吃了。 吃的时候也是比较简单的,直接生吃就可以,搭配着馒头面条都不错。 生姜是一种散发大药,醋具有疏远的作用。 把生姜的发散温和作用发挥到极致,可以提高人体的体温,通常让体内的寒气全部消失大。 醋泡过后的生姜、洋葱、黑豆对健康很有帮助的,每天吃上一小碗就可以了。 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,降低血液的作用,还可以防止脱发,抗衰老,缓解关节炎,发汗截表,排毒养炎。 好了,家人朋友们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 如果觉得我视频对你所帮助,请你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,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给大家更新的。 我是散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